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伦敦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的一篇全球社论 在2023年的1月 这篇全球社论其实非常有意思 它的标题直接告诉我们是 2023年有可能是人工智慧的一个突破年 然后补充标题特别去强调的是 一个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有可能在2023年带给我们现在 还意想不到的一个非常极大的应用 那为什么这么说 那什么叫做深层式人工智慧 很多人可能不是太清楚 所谓深层式人工智慧 就是依托于旧有庞大的数据 透过机器学习沉淀之后 再透过深度学习的演算法 然后生产出一个个新的 包括图片文字甚至视频 那事实上在2020年的11月 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在谈论的一个 所谓的open AI推出的chart GPT 我想很多人都有尝试 就是说你对这个所谓的AI说话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些你想知道的答案 那这个所谓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其实在未来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那很多人都强调所谓新创企业或者是创投 它是有选择性的健忘 所以在文章一开始 论人金融时报就说 虚拟货币拜拜 人工智慧嗨 那主要就是说在2023年 整个很多全世界高达160家以上的新创 正在针对所谓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做新的布局 那所谓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确实值得期待 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20年 Google主导了全世界所谓的搜寻网路 很多人就在说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有可能可以取代Google 或者让Google更强 或者是把Google给打败 那这个现阶段当然没有答案 因为到底所谓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怎么样在商业世界落地 很多人其实还在观望 因为现在杀手机的应用 其实还没出来 不过在伦敦金融时报这篇社论里面 也特别提醒我们 在全世界的科技里面 有所谓确定性的科技 你比如说你拿你的手机去打计算机 你一定会答到答案 比如说7963这种加99乘罚表 但是也有所谓概率性的科技 概率性科技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透过深度学习的演算法 算出来的答案 有可能是才有一定概率的错误 那这样的错误 虽然可以让一些文案工作者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文创者 能够因为他本身可能不懂 所谓的编程 还是一样可以达到 所谓的不需要透过IT人员 达到一定的演算的方便性 但是里面的错误 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商业世界 跟道德的一些负面因素 但是无论如何 伦敦金融时报 还是在文章最后提醒我们 2023年确实有可能是 AI或人工智慧的一个突破年 而深层式人工智慧 能不能具体在商业世界 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新应用 或者带给我们 在科技世界里面 崭新的一个picture 我想都是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的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 针对深层式人工智慧的一个分析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